我們要自我保護也是保護別人 所以把口罩戴好 然後就盡量不要亂碰觸東西 都沒有人 真的就少很多 如果說以50個人來講的話 現在大概就剩下10個不到 你看這麼空啊 這麼空啊 每天台北車站這麼空的話 怎麼辦 台水局因應疫情的發展 為了確保機班人力的這個正常的運作 台體局現在已經將車班跟機班的乘務人員做一個吩咐 那麼從即日起 從即日起我們也正式啟動了分艙分流的機制 就是避免我們車班的乘務人員 關鍵人力 交互感染 那同時我們也要求我們現場的 與旅客接觸比較頻繁的低線人員 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量測體溫 還有用酒精消毒雙手 戴口罩 以確保自己跟旅客的健康安全 那麼在我們的車站部分 我們有加強了我們的消毒 比如說我們一等站一個小時消毒一次 那對於車廂的部分 我們每天至少會消毒一次 那每個月有四次的深層的消毒作業 據目前統計為止 昨天的整體的旅運載客量約20萬 整體減少大概六成 那今天是防疫措施 台鐵局各項防疫措施 第一個上班日 到目前為止 整體的乘車秩序良好 那對號列車沒有站票的旅客 那區間車的乘車的車廂狀況也不擁擠 那整個月台旅客後車的狀況 也沒有到很擁擠的程度 都沒有超過容流量的二分之一 整體的乘車秩序良好 台鐵局還是呼籲 旅客進入戰場就應該佩戴口罩 那付費區不管是後車座旅區 還是月台乘車區 都全面禁止飲食 在這嚴峻的疫情期間 還需要各位旅客多多配合 在5月17號到28號 週一到週五的空情時段 我們有設定兩個空情時段 就是早上7點到9點 還有下午的5點到7點為空情時段 如果在這兩個特殊的空情時段 有旅客比較多的狀況 月台乘車旅客已達 容流量超過二分之一 車站就會啟動人流管制 先讓旅客在檢票口之前稍作停留 等到列車行駛消化月台的後車旅客之後 才會依序的再讓旅客進站乘車 那會停留會有群聚的狀況嗎 我們還是會呼籲旅客避免群聚 要在停留等候進站時 一樣要保持社交距離 區間車的乘車部分 未來台鐵局還是會是人流的管制 那今天開始也都有在早上7點多 有加開空情列車來因應 整個那個避免有旅客在乘坐車廂 過度擁擠的狀況 台鐵這邊是沒有辦法 就是所謂的十連制禁運的問題 十連制 什麼地方 十連制 十連制的話 我們現在就是希望能夠 用電子電子票證的方式 十連制因為台鐵局是大眾運輸 對 我們講到十連制的部分 台鐵局是大眾運輸 那十連制的部分 如果旅客是用電子票證的話 盡量希望旅客用寄民室的電子票證 來去搭乘列車 北京的勢車 安排水 大眾運輸 大眾運輸 雙琮 大眾運輸 大眾運輸 雙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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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雙琮 雙琮 靠雙琮 雙琮 應該是疫情的關係 大家可能不想帶大眾去輸動車 然後就是開車或騎摩托車這樣 那你自己還敢搭喔? 因為沒辦法 我不會騎車 所以今天是不是覺得人超少? 超很多的 發掘人員比較少 大概少跟古往的確 應該有一半耶 對 所以今天覺得空障很多 對 沒錯 那今天就是搭這個大眾念書的時候 他電子票券有實名字 你有實名字嗎? 還沒 我也是今天早上聽新聞才知道 所以可能就是要再去弄一下 跟平常聽起來差很多 差多少? 你覺得有一半嗎? 還是說 超過一半的吧 對 那你自己覺得是因為什麼關係? 疫情啊 對 階段 2 3 2 1 2 2 3 感谢观看